好 说完了 抖抖毛 嗯 可以 休息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时间挡得差不多 起来 关灯 我们现在在出发之前看一下电量 82% 我们走的时候是71% 所以我们这一路呢 卡着三个小时充了11%的电 所以想靠新车充电的还是得 不太可能的 多跑跑得 继续出发 这边胡杨林还是挺大的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又继续出发了 如果大家想来这边看 胡杨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选择 就像这些下边都能开车下去 然后它比较茂密的地方呢 会在像是前面这个地方 但是大多数地方呢 都是这种稀稀里里 尤其是路边都是稀稀里里的 今天主要是这种杨沙天 所以不怎么美 9月份找个天气晴冷的日子来这边 肯定特别美 沙尘好像比刚才更严重了 能见度也慢慢低下来了 现在能见度可能连一公里都不到了 有的时候超车 前面比直的路看不到有车出来 突然间一下看到了辆车 吓一跳 但虽然还是很远 那至少有一公里 这也算是一条沙漠公路吧 但是呢这条路两旁呢几乎都是垃圾 全部都是垃圾 原本想下去看看有没有可以捡石头 发现在这捡垃圾型 捡石头估计是捡不上 因为它这个沙漠还是 沙子和石头混合的形的沙漠 不是纯沙子 哇看前面 这一道种宽阔的地方啊 什么也看不见了 遮天蔽日啊 这个沙子是阳城 小的时候咱内蒙也经常遇到过这种天气 那现在内蒙没有了 很少很少 见到的几率很低了 风吹雪路段走过很多 风吹沙路段没走过完 只要来一股风 路面上全是沙子 而且这条路开起来 越开越恐怖 越开就什么都没了 一开始还有点 胡杨 胡杨开完之后还有点小杂草 小杂草开着开着 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 什么都没了 估计过一会儿就去纯沙漠了 这肯定是睡过去了 直接搬到路边了 这个太危险了 这个路上开车一定要精神抖擦 这不行就河北红牛 一旦睡着了下去路急 就是侧翻 突然走的路过一个湖 好大一片湖水啊 虽然沙尘天气一直还是在 但是这片湖水应该是有余 我看到有好多海鸟 但我们也下不去啊 这公路两边都有这个隔离带 还有个停车的地方 发现一条可以下去的路 我们这个车应该是不会限制的 因为看这个路好像是硬路 严禁非法捕捞 在这休息一下吧 溜溜拱什么的 顺便还可以看看水 好下车 这个地方 这个湖还是不错的 挺大的 我们可以到湖边来 但这个沙尘天气 真的不行 鼻炎很难受 全是灰尘 好大一片湿堤啊 好小火 好大一片湿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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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因为这个地方是完全不在我们计划之内的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刚才看一下地图它叫台特满湖 台特满湖 是片湿地公园 很漂亮 那个远处的小岛上有很多小鸟在那边 我们刚才高空的很高很高的地方用这个镜头拉镜拍了一下 很美 刚好拍到他们起飞时候的样子 继续出发了这边太热了 狗都热成这样 我们刚才在考虑要不要在这边住车 后来发现不行 太热了 所以上车来之后又把空调打开 这边如果是没有空调的话 估计得热死在这沙滩里 而且这周围挂着风还不能开窗户 一开窗户全部都是沙尘 还是继续走吧 再次出发 路上还可以欣赏一片 欣赏一下这个小鸟岛 这个鸟就在中间这个岛上 一大片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鸟类啊 名字叫不上来 那很漂亮 没想到在沙漠中间有这么一片湖 目前这个景象呢 就是戈壁滩了 什么都没了 沙漠也没了 水也没 草也没了 干枯枯 还有侧风 这边侧风挺猛的 开的时候如果不抓紧方向盘 很容易被刮到下面去 尤其今天 一直在刮风 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 快四点了 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没动紧 就是一动没动 纹丝没动 前面好像是有检查站 排的一大堆大车 我们的后边也是 司机人都不见了 睡觉去了 对边可能要过来车 等 我们只能在车上等了 吹着空调 我看我也过后边去吧 干脆 后边睡一觉 不行了 这个堵时间太久了 我们得去 后边去 这只单子有用吗 这只早就时间到了 去后边去 做视频去了 堵在这儿太浪费时间了 等会儿有啥情况 肉总会叫我 看这边堵得整着一大排 来后边来 这就是房车的游四 堵车可以睡觉 可以工作 什么都不悟 从这儿我等会儿 一着急直接就跳过去了 终于开始走了 我们从后边跳到前边来了 飞快出发 后边电脑还在那儿开着呢 有点尴尬 又堵了 还在堵着 堵到什么地步 迷路都在探气 不行了 后边太热了 很多人好奇说 这个空调是什么 这个空调其实就是 我的行车空调 相当于是汽车在启动的时候 后排的空调 而这个呢 是我们的驻车空调 就是汽车不再启动的时候 它启动的空调 我们看在这儿坐会儿吧 前边还暂时走不了 做做视频 五点半 还在这儿堵着 后边车是不是越来越多 哇 看一下 果然 前边离检查口还有两公里 但是就是不动了